其實我在兩個禮拜之前 在這個節目裡面也講過嘛 那個國民黨的底線就是全民調嘛 可是全民調到底要怎麼比 這個很重要啊 對不對 那個那個科學家權出來之後 大家也很怕嘛 現在全民調到底是怎樣 雙方的誠信度很重要 因為柯文哲一路走來變來變去 對不對 他今天也跟你講說好 全民調我跟你比 那問題是怎麼比啊 對不對 如果還是用這種科學家權 科學魔法的話 那誰跟你比全民調嘛 真的贏四趴變輸八趴 對不對 你這麼厲害就你沒事對不對 那個陳志涵還出來講說 哎呀國民黨沒有自信堅持 要跟猴柯綁在一起 誰跟你說堅持要跟猴柯綁在一起 對不對 現在是大局為重 就像韓國瑜講的 何則兩立分則兩害嘛 對不對 這韓國瑜他挑出來說他支持 問題是他怎麼支持 對不對 這個我是覺得說馬英九做事 真的 他講說什麼基層很焦慮 基層很急 我看是你比較焦慮吧 對不對 不是啊我覺得很奇怪啊 民眾黨已經把全民調做出來 我柯文哲都第一名 我還贏賴清德八趴 所以你現在為什麼柯文哲 他就是知道說 可能你國民黨最後就是好 我答應你全民調 所以他就乾脆把他自己做的內參民調 丟出來給你看 我贏這麼多 我連賴清德就贏了 所以你接下來 我說實在你接下來你說好 大家都支持全民調對不對 全民調怎麼做嘛 對不對 國民黨這邊其實早就有盤算了 他說如果真的非得到全民調這一步路的話 那五家民調公司 這五家民調公司要怎麼產生嘛 對不對 其實國民黨有附案啊 就看柯文哲答不答應嘛 柯文哲現在丟出這三家有沒有 就跟你說你看這三經都我贏了 他就是我會把你打在頭上 五經你就已經等三經 說我贏了 是嗎 存在那兩經在你選 現在已經三比二了 我扣完之後第一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這個 這個想法 這種思考模式 難道大家都不知道嗎 所以國民黨好 你現在既然說丟出這個全民調 我同意 那問題是全民調要怎麼做 大家也都知道嘛 包括很多洪永泰教授 尤盈隆教授他們都講了 還有戴立安也講了嘛 你今天如果要全民調的話 手機絕對不能超過三成 那手機不能超過三成 這比較會接近40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柯文哲答不答應 這個又有一些疑慮嘛 你看他們出來講的那個陳志涵 還有他們講的話 還有那個黃珊珊講的 還有那個徐福講的對不對 你看他們說的 外表是說 現在這遊戲規則要我來訂 對不對 我們的家權才是全方間 最準的民調 可是我現在我聽到的消息是 朱立仁到目前為止 對全民調是NO 還是NO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就是因為 試圖跟朱立仁去說服他嘛 說服了很多次之後 沒有辦法說服啊 所以乾脆他焦慮啦 所以才拋出這個震撼彈 公開勸什麼諸侯 你要接受全民調啊對不對 他說他的意見是說 說服中間選民跟柯的支持者 那我也認為 其實全民調 不妨一試啊 問題是這個遊戲規則要怎麼定 這才是後續你要增值的一些東西啊 對不對 因為現在基層說實在很焦慮 可是國民黨 我覺得國民黨很爛 就爛帶什麼你知道嗎 都不會乘勢追擊 我經常說選舉就是一個世頭嘛 你要站在那個世頭的浪頭上嘛 一口氣就把敵方殲滅啊對不對 那個浪一過去不是敵方都不見了嗎 就只有你站在上面 你看柯文哲現在 我講說他那份三份民調叫做陸侯民調對不對 對 侮辱你侯友宜 說實在難道國民黨沒有被侮辱嗎 對不對 當然啊 你經常說我的黨的支持度多高又多高 我的民調地方勢力多強又多強 做出來的民調輸淺淺 你有看 所以而且更誇張的是人家有那個勇氣 對不對 不知道誰給他勇氣我也不知道 他的民調出來是連賴清德都把你打趴 你看 所以我說勇氣十足啊 真的 對啊那你好不容易 你這些五路侯友宜的說法已經出來 基層炸鍋嘛 基層就開始說你就跟柯文哲戰嘛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股氣 對不對 對啊氣起來之後你就趁著那股氣一次 把柯文哲打趴啊 就不敢就不知道 還一直吞亂 尤其是朱立倫 一個黨主席 確戰 懦弱 對不對 你要談可以談啊 我說實在有時候談是因為怎樣 我要用勢壓過你 我勢比你強的時候 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這個才是談判的一個一個利基點嘛 那問題是哪有人叫談判 一開始一直落軟對不對 人家說火車開走啊 你還說我要開加班車而已 所以我就跟你講 人家就知道說 哎你一個藍白盒 你要分裂國民黨的破口 就是朱立倫啊 所以你看朱立倫是不是一直變成人家 柯文哲在耍你 給你吃嘻嘻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朱立倫 真的你該行了吧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說真的 你能不能把這些人的意見全部都談起來 對不對 你要去你你你你雖然是主談代表 柯文哲也說跟你談 那侯友宜就想說你如果要跟他講 你就不要來跟他講了 你叫朱立倫來說服我 朱立倫變成兩邊不是人 你看這邊把侯友宜說服之後 去說服柯文哲 柯文哲說不要 柯文哲說好之後 他再回去跟侯友宜說 那侯友宜說不要 你看朱立倫 你這個兩邊穿梭 你到底搞什麼 他也是自取其辱啊 對啊 我就跟你說 你跟隨便隨便 你是跟你的臉沒乾淨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在侯友宜這邊 你應該凝聚黨裡面的勢力意見 有沒有 談好之後 現在好啦 那你你馬英九說要全民調 那馬英九你的全民調的方式是什麼 你要不要提供給國民黨裡面參考 你韓國瑜現在出來講說 合則兩立分成 怎麼合 韓國瑜你是不是要提供你的意見 不是只有一個嘴巴說而已 合得簡單 從三月合到現在 能合早就合了嘛 所以現在就是告訴你說 你全黨要去研議一個 全民調的一個方案 怎麼樣的全民調是接近40 我是講40 不是說你國民黨我們贏 是比較接近40的一個民調 如果如果這個民調出來說 無懈可擊 或者說贊成的比批評的還多 那這個全民調 閉下去也怕什麼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 侯友宜也不是沒有希望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說 馬英九覺得說 這個前主席出來教訓 現任主席 出來幫你拍板定案的話 那我是覺得說 那你馬英九 真的你要付出責任 對不對 現任的主席不敢扛這個責任 你前主席出來幫他扛的話 那你前主席出來扛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如果真的 你如果我是覺得說 其實也不用擔心 就像趙少康講的 科獨立參選 你也不會贏 我也一直講說 大家一直講說 陳志然說他們會贏啊 那都壯膽的嘛 拜託他們現在已經贏 賴性得8%了 就啊 恭喜你 如果是真的這樣的話 那你說選到底 你也不要理國民黨什麼全民調 那不合 你的民調 那我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去廟 你拜這尊信對不對 你Q簽跟你說你我娘的 你就身心不疑 那其他廟都不要敗 你就拿這支簽 司機一樣說 說我我娘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今天我一直講說 民眾黨一直說 他的那個不分區可以拿8到10席 我之前我也分析過了 你今天考文哲到最後選舉的時候 你如果沒沒太早沒落的時候 我不相信你的政黨票會有到8到10席啦 說實在這個說實在而且我們看過臺灣的那個政黨 已經走向兩黨跟政黨政治的那個路線 你看有多少黨之前也是宏擊一時啊 現在安齋齋對不對 民眾黨不會把國民黨整個吃下來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光縣市長施錦了 你看現在這個情形 已經分裂這個馬英九出來之後 不會加速國民黨的分裂嗎 沒關係 那整個都跑掉了 萬一就跟我想說沒關係總統給你做 從副總統以下全部都國民黨的 這樣啦 看你總統要怎樣 只要坐在那裡 每天坐在那裡自爽自嗨 我總統我總統 只要出不了總統府這樣 對不對 立法院行政院 所有東西全部都國民黨的 看你要不要嘛